欢迎观众朋友跟我一起加入今天的国际plus全全球 我是节目主持人谭一伦 好我们依旧先带大家来掌握国际的几件大事 那我先来介绍先跟我对谈的是国际新闻记者黄真怡 真怡好 一伦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真怡要先带我们掌握的不是物货战争 我们来看看川普 算是美国今日最大条啦 对其实也是全球最大条 好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川普他就是因为有这个涉嫌 就是怎么讲 封口费 对付了人家封口费 但是呢这个封口费 他是用另外一个名义去给人家报 所以说有这个卫政的这个嫌疑 那他这个被这个纽约这边要这个进法院 就是做审讯嘛 但是他在之前呢 他在他的这个社交平台 Truth上面他先发了一段言 他说哇他们要逮捕我 不敢相信这会在美国发生 先打预防针吗 好像意思是说你你小心一点 我是有很多川粉在外面支持我的 但是呢他是否认有三这个三十四项的罪名 他通通都是否认的 所以他后来是保释 那听证会结束以后呢 他就飞回他的老家佛罗里达的别墅了 那这个主审的法官他是拒绝直播审判的过程 所以这个他在法庭内呢 其实是只有这个静态的摄影 只有拍照而已 然后其他都是用 我们看到的美国的审判大部分都是用画的 就画画像为主 那他招控这个是伪造三十四项这个商业的记录 如果通通都判刑的话 最高可能会被关 一百三十六年 但有可能会这么高吗 应该是不太可能 而且他的律师团这么厉害 对不对 好那当然川普也有话要说 他对于这个被控诉这些事情 他都很不满 对 那这次其实川普起诉是由纽约州的 州高等法院的法官莫钦来进行成审 我觉得莫钦这个抗压性要非常强 因为这个是全世界的大事 他怎么样判大家都是非常的关注 好这件事情在前曼哈顿检察官万斯的眼里看来 他就说确实是十分艰难 原因在被告的本质就是川普 因为川普集团有玩猎男鸡的记录 所以法官办这件事情真的就很头大 好但是其实这个莫钦 他也不是第一次接触到川普这个公司的相关案件 因为川普旗下有两间公司有逃税嘛 那有17项的重罪成立 之前这个川普集团的财务长 就是这个卫索伯格 也因为在他审理之下有认罪 所以大家说其实他或许也有两把刷子 有交手过不怕不怕 对那当然就是川普对这个财务长认罪 说是被莫钦放上火车铁轨 他用这样来形容 吓得不得不认罪 意思就是对莫钦的处事方式 可能他认为有一些疑虑 而且他也常常在他的 就是社群平台上面批评莫钦 对那川普其实也有一些争议啦 你看他在2016年川普大学一个 民事诉讼攻击 他就有攻击这个具有墨西哥血统的法官 那当时就引发轰动 所以这次莫钦到底会被他怎么样批评 也要再看看后续怎么样 但是大家有说 如果川普一直都没有对法官太留情 然后一直在骂他的话 其实法官也可以记封口令 就是限制川普跟他的律师团 不得对全案的这个部分来进行公开发言 但专家说很少遇到这样的情况 因为大多美国是尊重人权 他认为你有言论自由 那如果川普真的把人家惹毛了 或许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持续带大家关注 不过这确实是美国史上首位遭刑事起诉的前总统川普嘛 好那他臭脸出庭也拒绝认罪 那画面的当下我们也带大家一起来感觉 美国前总统川普的车队抵达纽约曼哈顿的法院大楼 大批媒体沿途守候捕捉历史镜头 川普是美国首位遭起诉的前总统 一个小时的停讯川普脸超级臭 因为不止承认骗女星封口费的案子 他以后被控34项伪造商业记录及共谋罪 但这一切川普都不认 还在自创的社群平台酸出庭的感觉超现实 另外川普出庭场外也很热闹 反川挺川民众各自表达意见 但也出现意见不合吵架的场景 起诉川普的检察官会后在记者会说 川普案类似他们过往处理的白领犯罪 但法律前人人平等 由于川普涉及34项重罪 案法条最高可判刑136年 此新闻中博导 好我们再来关心到的是恶物战争 恶物战争当然这个我们常在节目上面 会聊到一个傭兵集团瓦格纳 他们最近又有一些新的动态了 这个英国的情报认为说 瓦格纳恐怕地位不保 这个俄罗斯的军方可能要在寻求 其他来自其他单位的这种私人军力 所以没有利用价值要丢掉它了是吗 也不是没有利用价值 是说这个瓦格纳的头头普里格金 他实在是有点声势真的是太压过 压过普清了 所以说现在英国的情报局它是认为了 俄罗斯可能会寻求赞助并发展新的私人军事公司 就是他们叫做private military company 来取代这个瓦格纳 因为就是担心这个瓦格纳有过多的政治影响力 那为什么俄罗斯他会觉得说 我还要再继续找私人的这种军力来 来补足他们的兵力呢 主要是说他觉得私人的这个军力有比较少受到什么呢 受到薪资上面的限制 而且他们觉得他们效率可能还比他们自己的军队的效率还要高 所以他们觉得是可以好好来利用这一批人的 而且呢跟常规的军事损失相比的话 他们俄罗斯的官方比较能够容忍私人军力上面的兵力 被这个有出现重大伤亡的情况 所以就是说我国军的兵力可以不要伤的那么多 就不要伤那么多 如果就私人军力去填补的话会更好一些 对但这总归就是赶快停战不就没事了吗 对不对 好那不管我们还自己去看 说现在这个俄罗斯也发生了一个爆炸案 就是圣彼得堡 那因为有些人有在网上看到相关影片 这个爆炸还蛮大的 那现在俄罗斯这边也释出了嫌犯征讯的影片 是26岁的一位女子她叫崔波娃 崔波娃那她是有讲说 她把一座雕像交给了塔塔尔斯基 塔塔尔斯基就是这一次在爆炸案中 就是上命的军事部落客 那她说后来发生了爆炸 那有人问她说那谁交给你雕像的 她说我可以晚点再告诉你吗 似乎欲言又直 可能有引擎 但是这个俄罗斯的反恐委员会 他们就指控说这个很明显 就是乌国的特务策划的恐怖攻击 然后跟他们还有俄罗斯反对派的领袖 创立的反贪腐基金会联手来执行 好这反贪腐基金会被点名了吗 他们也说其实各种迹象 显示是联邦安全局的特务做的 他们跟这件事情是没有关系 所以没有人要承认 乌克兰更不会承认 好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呢 他有可能是自己来做这件事情吗 好这个崔波瓦 他确实在一开始战争发生 就乌尔战争发生的时候 他跟他先生是反战 但是他的亲友说他不到很激烈 所以他自己要策划有一个雕像 然后里面装炸药 然后再说他觉得有点困难 怎么会这样 所以他的丈夫说 他觉得不太可能是自愿犯下谋杀罪 他觉得他的妻子是被骗了 就等于被设局啊 哇这歧视看起来越来越复杂 那乌尔战争我们知道说 这乌克兰一直被认为 马上差不多要反攻了 所以泽伦斯基最近的这个举动 行动大家也都很关注 不过他最近也到了 这个俄罗斯关押平民的一个地下室来视察 他也都直接诅咒普京 他说他余生都要在没有马桶的 黑暗地下室里度过 近距离瞄准目标狂开枪 乌克兰第三独立突击旅 在巴赫姆特与俄军近距离交战 乌克兰士兵宣称他们成功偷袭敌军阵地 巴赫姆特持续激战 乌军加紧赶制新武器 这些用在巴赫姆特战场的无人机 全都是18到20出头岁的年轻人制作 用来帮助地面士兵作战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为了公开俄军的恶行恶状 特别带德国官员到切尔尼戈夫 则伦斯基自自继续表达对普京的愤怒 因为全村367人被关进只有六十坪的地下室 将近一个月导致许多年长者缺氧丧命 美国前国务卿庞佩奥也亲自造访基辅 除了谴责普京开战 更说援助乌克兰F16战机和长城飞带 符合美国利益 TVBS新闻 我们的这个蔡英文总统 她已经结束了这个友邦的访问之旅 但接下来要进到了重头戏了 就是她会过境这个洛杉矶 她目前是已经在洛杉矶了 然后在这个我们4月6号 台湾时间4月6号凌晨一点 要来跟这个众议院议 对麦卡锡来见面 那这个是台湾总统首次在美国本土 与美国政坛的第三号人物会面 所以是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媒体关注 所以大概有160多名这个国际媒体 有申请采访 其中包括很多美国的这个主流媒体 那他们预计的这个流程大概是怎么样 他们会在加州的雷根总统图书馆 举行一个闭门的会谈 那其中这个跨党派的这个国会的领袖 也会参与 在这个当地时间12点左右会分别 蔡总统跟这个麦卡锡会分别发表声明 接下来下午2点呢 有这个跨党派议员的这个记者会 那这个麦卡锡的办公室 他是以台湾的总统来称呼蔡英文 那其实这个也是符合美国的这个一中政策的原则 称他为台湾总统 但在这个之前呢 其实蔡英文总统呢 也是有跨时区跟台北召开一个国安会议 要掌控整体的情势 也似乎是要掌握蔡麦会前对岸的反应 就算在贝里斯拼外交 总统仍跨时区召开国安视讯会议 连头林佳龙吴钊燮说是要掌握整体区域情势 在台北这一侧坐镇的有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 国安局长蔡明燕等 是否要掌握对岸的反应 毕竟接下来总统即将赴美会晤 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抵达洛杉矶前总统府向随传记者 公布了蔡麦会会晤细节 总统之前强调客随主便 只是出访前传出的可能在雷根图书馆的演讲 这几天循序渐进的公布细节 似乎也显示台美的一定默契 佩洛西去年访台对岸痛批 如今总统在美国与麦卡锡碰面 北京也连日抨击 拜登政府是给予 这一次的过境 蔡总统过境是最大的善意跟后勤的支持 但是也希望能够让过境的行程是比较能够朝单纯化的方向前进 避免这个节外生吃 蔡麦会登场是肯定了形式方式各种调整 似乎也因应归绝的美中台关系 TVB新闻 我会联明会里做很多新提议台北报道 好对啊有没有反应呢 其实连续几天 我看到这个国台办啊 或者是中国大陆外交部都有呛吓 好那在这个最新蔡麦会前夕 终于有另外一个比较强硬的 是中国大陆福建海事局 他们就直接发布说 今日要启动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巡查的专项行动 甚至还附上了这张图 你可以看到是这个台湾海峡上面有一些区域上面的划分 好确实实际上没有像上次裴洛西来台的围台军演这么的激烈 但看得出来他们已经有动作了 只是动作可大可小 我们还要持续关注 好但我们在4号的时候也有看到 这个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他就说坚决反对美方安排蔡英文过境窜美 坚决反对麦卡锡会见蔡英文 此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 和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还有严重损害了中方主权跟领土完整 好不拖过去以往的说法 其实大家都会背了 好另外再来看是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他也是啊 他就说这企图制造一中一台啊 四季在国际上面都受台独的主张 然后呢他讲了一个比较硬的 他就说中国必将对蔡麦会采取措施来坚决回击 所以这坚决回击是不是 这个海事局最新发布的这个讯息 大家也在做一些联想 不过还没有特别明确的动作 所以不少人也是蛮担心说 会不会又再像上一次这么样子的围台方式 那因为当时有被说有一个飞弹 有越过这个台湾的上空嘛 所以会不会要这么激烈 我们持续为大家来关注 好不过我们刚才讲的蔡总统已经抵达了这个洛杉矶 马上就要跟麦卡锡来会面 不过在前线 其实有大批的中国人是聚集在总统的下他饭店来抗议 4月5日一早 中共官媒转述福建海事讯息 要启动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巡查专项行动 更公布一张照片 台湾东部和东南部海域被划了一段虚线 没说是否在那里有动作 只是这区块颇接近去年围台军演划定的演习区块 这次参与的船舰更是中共在台湾海峡的首艘大型巡航救助船 去年7月底 海巡邻六轮就首次在台湾海峡活动 时间点正在裴洛西访台前 除了军事肌肉 远在洛杉矶的大陆人一大早更在走哄下他的饭店外抗议 还跟挺台的民众吵了起来 另外一次有大陆人买下了 纽约时报广场的广告播放了蔡总统与小狗的影片 似乎就是讥讽她给美国当狗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不得允许蔡英文过境窜美 不安排美政要和官员同蔡会面或接触 大陆入洛杉矶总领事馆跟发文指出 麦卡锡是美国国会领导人和美国政府第三号人物 会晤蔡英文严重违反一中原则和中美联合三公报 极大伤害14亿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 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针对中共的批评声浪 国内蓝白势力也反击 我认为那大可不必 过度的反应恐怕也只会适得其反 这太多的文攻武后打压 只让台湾人的人性跑得更圆而已 毕竟过去就算蓝营执政 也曾与美方高层接触 面对对岸施压 国内政界全头一直对外 TVBS新闻李明辉 李嘉惠 刘廷廷 洛杉矶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